广东东莞 这里曾经是中国斯诺克运动的重镇 丁俊辉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 无数怀传梦想的孩子也来到这里 希望在这儿找到丁俊辉成功的秘密 李建斌 前职业斯诺克选手 现在东莞经营一家球房 从全国各地牧名而来学球的孩子 最多是有十几个 现在大概有七八个跟着他练球 孩子的家长支付学费 李建斌负责教学 提供住宿和一日三餐 和十几年前一样 这里还是保留着丁俊辉学球时的模式和传统 每天 李建斌就是这样带领孩子们 开始一天的生活 训练从每天早上八点半开始 李建斌会根据学员的不同情况 制定训练计划 每个孩子每天练习六到八个小时 挥干几千次 这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 做教练的话 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其实也没这么考虑 后期来带的话 一呢就是也碰上了几个苗子这里面 二呢就是有一些个人的 台球的梦想 还是潜移默化的希望在一些小的孩子们 实际上去体验出来 希望在他们身上再传承一些 把我的梦想一些延续 家法也是李建斌的工作 白羽露十一岁 是李建斌唯一的女弟子 也是中青赛年龄段里唯一的女选手 最好的成绩是少年组第五 父亲是个台球爱好者 一个二手台球桌 便是他唯一的童年玩具 当年的无心之举 没想到造就出了一个 为数不多的斯诺克尼选手 确实没有女孩来学这个这里面 因缘缘我会觉得说 如果她能成为一个非常有限的选手 那会很轰动这里面 白羽露的冠军 我觉得不亚于金军会拿的冠军 它也将是一个轰动的一个事情 在中国几乎没有女子斯诺克赛事 白羽露只能和男生一起竞争 这也让白羽露憋着一股价 男孩跟女孩没什么不一样的 男孩做到女孩也能做到 因为我现在我只有技术这么小 然后等人家技术那么好 然后就算真的没有机会 我心里就是一直 肯定有机会 一定要赢他 就是这样子 我希望把白羽露也把它培养成 女子斯诺克第一人 其实他的前提是建立在 是跟男孩子比赛 就让他打出跟男孩子一样的 技术的时候 可能一夜之间就找变了 非常希望通过白羽露来 去传递这么一个东西 一个女子的春天还没有到来 像金军会她一个成名 起码带动十年的征兆 夜幕降临 李建冰的球房变成了另一种课堂 每个月李建冰都会给孩子们 安排不同的文化课程 以后我们打球 你也到英国去 这是最基本的吧 要去英国比赛的 那英国人都是 英国人都是讲英文的 英文几乎是斯诺克选手的必修课 因为他们的梦想 都是有朝一日 到英国打职业赛事 成为世界冠军 我叫梁思雨 今年十三岁 我的愿望是成为台球高手 我叫邓豪慧 今年十二岁 愿望是成为职业高手 我叫谢翔 今年十二岁 我的梦想是成为 像丁凶和那样的选手 我的愿望是成为 世界上顶天的高手 我的目标是 尽快来到中天赛冠军 我的梦想是拿世界冠军 十几年前 中国斯诺克运动的重心在广东 而如今在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斯诺克少年的身影 杨明前职业足球运动员 台球曾经是他的爱好 其实我是94年小学刚毕业就到陈医生少年队就踢球 那时候已经基本上不上学了 然后96年国立成立以后我就在国立踢了两年时间 其实在国立踢球那段时间我平常的生活就是打台球 现在台球不仅是他的爱好 更成为了他的事业 2005年他开了第一家球房 2009年开始带学生训练 杨家新12岁 杨明的儿子也是他的徒弟 对于杨家新的教育 杨明选择让他一边念书 一边进行专业的台球训练 每天中午 杨家新要从学校回到球房练球 一直到晚上八点以后 从现在培养我儿子杨家新这个地方 我没有让他离开学校 就是从学习的角度 他不一定能学到太多的知识 但是我觉得他在学校的生活环境是一个生存的大集体 他在这个集体当中融入进去以后 我觉得江安如果他能走到职业方面的话 生活圈内有朋友 包括跟人与人之间去交流 我觉得会很快的进入角色 每天八个小时的训练 杨家新必须按照父亲制定的训练计划完成所有训练科目 虽然杨明改儿子选择了斯诺克这条路 但是他对儿子的成长模式 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我还打到20岁 他也一直在兼职上学 而且他的水平打到20岁的话 能走到国家这个水平的话 到那个时候 再想办法把他送到英国去打 我觉得也不晚 因为塞尔比拿第一个冠军 去年代冠军也是28岁才拿到的 今天下午最高一能打17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中文比赛 这样的少年能不打 所有的围城都打两个大战都掉了 一片两个大战都掉了 哪是问题了 我说哪是问题了 哪是问题了 说话 其实从我内心来讲 我每天看到孩子他们在打球 其实我心理压力 我自身的心理压力比较大 因为我觉得孩子付出的是 常人所没有的 从我孩子这个角度来讲 他身边没有太多的朋友 别人孩子在游玩的时候 他在拿起球杆 一天也练六个小时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杨嘉欣 你现在的付出的是将来常人所没有的 你将来得到的也是他们所没有的 你今天的付出 会为你将来的回报 打一个奠定的基础 我希望你为了你自己的将来而去做出努力 其实我在说这些话的意思当中 我是希望他们能懂事 杨明给球房安装了监控系统 不能到球房时就通过监控 了解杨嘉欣练球的一举一动 从先行的教育制度来讲 另一种教育方式已经过期了 小孩犯的错误他自己必须承担 他错了必须错了 改大的时候必须要打 有的错误可以原谅 对 又一错误他不能原谅 可是那一种错误 再一个就是 你也不用说 咱妈有咱妈信的东西 包括电视上 问没情况 小孩就是要打的 但是爸你没有听过 你没有听过 他妈受了他 他肯定都跑了 杨嘉欣有时候这样 他错误他死都不认他 有点小脾气 我说杨嘉欣 为了你 你爷给你打 跟小刘亚 我害怕他没打完 就是不想让他打 觉得杨嘉欣给了童年 可可可怜 人家小孩都有童年的 我们小孩就没有童年 孙子就没有童年 人家小孩也没童年 天天上午 电球的小孩哪都有童年 上学的小孩都没童年 人家都到英国去打了 还有童年的 十三十岁 跑到英国去打了 才有童年的 上课我小话比他还行 早上就晓得起来 没谈了一百六 一百点还得不磕 后来我们也就能想到 我说你看人家丁军会 人家丁军会咋苦 你咋着玩 条件就这已经都说了 都说杨嘉欣 现在好多这个坏毛病 都因为条件太优越造成了 可能是我们惯出来了 好好好就是我们惯出来了 我们现在我们基本上 两个也不惯 其实就我说 死母多败儿 这个东西我成天就说 你们肯定是主张是 语言教育 但是作为杨嘉欣来说 他不吃这一套 不吃这一套 你就得换别的路 有时候打骂不能成为 就是说唯一的手段 但是他有时候也是必要的手段 看到儿子认真刻苦地训练 杨明倍感欣慰 他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自己 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世界冠军 最近的准备确实提高不少 离开古老的咸阳 两千多公里外的新疆 也有一群人 在坚持着自己的台球梦想 帕鲁克埃尔肯 维吾尔族球生 今年二十四岁 为了坚持打台球 他做过很多工作 现在他和父亲合开一辆出租车 他负责夜班 这样白天 他就可以到球房训练了 夜班要工作八个小时左右 除了邮费和管理费用 每天晚上也能有二百元左右的收入 上交给父亲一部分之后 一个月能挣三到四千人 而这也只够他日常的生活 要想走出新疆比赛和训练 还需要一大笔的费用 一年下来也就是五六次 奖金又不高 全国赛的奖金 但是0033的比赛的比赛 很难让他获得更高的积分和奖金 从而参加更高级别的比赛 至今帕鲁克还没有取得过突出的成绩 他现在最期待的 是自己的爆发 毕竟我选择了这个行业 喜欢这个东西 我离不开这个 我就是等着哪一天一个机会 我一下爆发了 然后一场比赛拿个冠军 获得一个去英国参加职业赛 去那边再拼好两年 看看自己到底行还是不行 帕鲁克期待着有朝一日的爆发 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 而就在新疆 已经有一个人获得了 梦寐以求的职业资格 他就是居热提维吾尔族 纪念31岁 全国斯诺克排名第二位 居热提的家在伯乐市 族族辈辈都是农民 家境贫寒的居热提 很小就外出打工 一边挣钱 一边学习台球 我家里从上到六年级的时候 我已经就没法缴学费 我已经从学长出来了 出来就刚开始再给别人打工 别人盖房子了 或者撞货 那样的各种东西 反正用货 我都去干 除了那个时间 白天去球厅上班工作 就为了打球 我在外面干得再累 我累得已经怕不起来了 我只要到球厅 我就觉得我已经很轻松 那会儿我已经感觉到 我确实很喜欢这个东西 2013年 居热提凭借自己的出色发挥 夺得亚洲球员巡回赛 张家港站的冠军 获得了两年的职业资格 并参加了在英国的世界球员巡回赛 总决赛 在英国他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奥沙利文 奥像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并邀请居热提留在英国 做他的陪练 因为经济上的问题 时至今日 他还无法成行 我当比赛出来的时候 在路上跟我说的 奥沙利文让我给你带个话 他想让你一直留到这儿 坚持下去 他意思你的球很不错的 只要你随着留到这儿 他有时间就每天过来 给你交交球打大球 确实是我心里很难受听这句话 我的挑战不够 我真想留到那儿 我英文确实是不会 我知道这个 吃不方便 我也知道这个 就对这个太球热爱的面前 我觉得这些东西把我挡不住 我很想留到那儿 这个经济方面 我没法在那儿 在英国打球每年的费用 大约需要三十万人民币 聚热提只好先回到新疆 一边打球 一边寻找赞助 我打球不是没有钱 我是为了容易的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 普通话不是说得太好 很多东西我给别人 解释不出来 讲不出来 所以我就没法找 一去相应 也许能让聚热提暂时忘记烦恼 但他一心想的 还是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当时我要是 这个经济条件能够的话 很难用东西弄得住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我还是在找 我只要能找到这个赞助上 我还是继续去打 我相信我可以 我相信自己 很难用东西 也许能让自己的梦想 再次继承 回到球台上 拿到更多的冠军 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 是他现在最想做的事 新疆大师赛入期进行 来自全疆的几十位高手 汇聚乌木齐 对于所有新疆的排球选手 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凭借在全国靠前的排名 帕鲁克可以直接参加 亚洲球员巡回赛的正赛 但是一到正赛就发挥失常 帕鲁克期待一次机会 证明自己 这两年时间吧 这个赛我一个人也不会输 到了正赛 我就不行了 后来总结了一下 但是心态不好 心理素质不是很好 自我评价心态不好的帕鲁克 却打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比赛 在一局比赛中 他连续击落七分球 在解决了库边一颗难度 较大的红球后 球是豁然开朗 只要击落这颗七分球 帕鲁克将创造历史 147分 帕鲁克打出了新疆正式比赛中的第一杆 单杆满分杆 等到他往代口走的时候 我一看方向就是代口的方向 我就说我做到了 我终于战胜了一次自己 希望这次算是我的一个突破点 通过这个一个机会 把我更加找到自己的自信 决赛 在聚热题和帕鲁克之间进行 我自己觉得有一种很正 我觉得有一种霸气 不服气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还没输 我输之前 你来自以后 我就是我不是想 最终 居热题以绝对的优势 战胜了帕鲁克多得冠军 成为丁俊辉那样的职业球员 不仅仅只存在于孩子的梦中 也属于在艰苦环境下拼搏的他们 两位维吾尔族球手 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中国斯诺克青少年系列赛北京战 一群孩子将要开启一场艰苦的对决 为梦想 为家人 为自己 他们要努力地表现 每次比赛都有可能成为 他们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每一次几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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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 Explorer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于 tell 江苏以兴 丁俊辉的家乡 不用再为丁俊辉操心的父亲丁文君 在家乡的一所学校 开办了斯诺克培训班 探索一条新的斯诺克人才培养之路 是他的愿望 丁俊辉练球的时候 就没有这样一个条件 一边练球还可以一边读书 我现在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 就我可以给喜欢台球的孩子们 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是办了这样一个学习班 我想我能够为他们做一点事情 我尽我自己的能力 我还想国家输送一些优秀的运动员 我们收下作为今聚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